这是男性很困扰的一个问题 就是做爱秒舍 也就是所谓的早泻 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当然 我们刚刚自己 我们之前有谈到的性 是一个心跟一个身的结合 那大部分我们会去处理生理的问题 才会去处理心理的问题 那在生理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增加阴晶的摩擦力 然后指这个灵感度下降 那一般我们刚开始 我们会用一个叫做 人字型按摩法的方式 也就是这个是 如果是男性的绳子器官 那这个地方是龟头 这个叫做罐状钩 这个是叫做阴晶体 那我们可以练习一个 叫人字型按摩法 就是我们的手虎口朝下 然后旋到对侧去 然后我们的手掌 先划过罐状钩 往下拉到底 拉到底之后换手 然后仍然做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呢 如果你是在 就是完全没有 兴奋的状态下做 其实你可以 撑着时间 如果你是秒射 那这个可能这样 你就受不了了 那如果说你可以 再把时间越拉长 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 这个感官的解敏状态 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刚开始的这个成人片的刺激 成人片 也就是说 你可能不要看到 太过于到重点部位的部分 例如这个调情的部分 有些人就受不了 那你可能就是在 从调情的部分开始慢慢是一边 进入那个感官的状态 然后一边做印镜上的这样按摩 其实是可以减少印镜的敏感度的 这个是很基本的方式